郭金伟 郭丽 14号台裁判员张兴露 运动员斯小宇 江斌 TV2号台裁判员范文涛 运动员杨海 塞浦路斯选手莱夫泰里斯 乔治奥 TV1号台裁判员刘法恒 记录裁判员董春波 赵帅 运动员朱安光 郑林生 下面比赛开始 你好 请双方前手争斗开局选择选 预备 三 二 一 开始 郑林生 获得开局选择选择 我会认为自己的时间 多速来 你们压住 夜 初时 感谢观看 比赛开始 第一局正铃声开球 各位观众 欢迎您通过企鹅直播平台 观看2018乔市中市台球国际大师赛 分战赛江西休水战 TV1号台的比赛现场直播 大家上午好 我是苏星源 大家上午好 我是张庆永 张市长上午好 苏你好 比赛对阵的双方 是朱安光 对阵郑林生 上场击球的是朱安光 刚才冲球的是郑林生 对 两位选手 名气并不大 应该也是咱们江西本地的球手 看看能不能在这次 咱们的TV台首秀里面 有一个上加的表现 而且从今天开始将进入到我们比赛的第二阶段 从之前的抢7变为了抢9 是的 而且比赛的时间也是从之前的80分钟变为了现在的100分钟 花色13号 中低端左边边阔弹起来 顶到了6和15 这球看看11号 可以进攻的话 高端轻轻往前推一点点 第一个就往回了 往前推的就是叫10 一定要往回左边两个中带 上打的话 最好是可以 两个中带去调14 然后用10号球叫可以拔 如果说中间过度上白球不到位 那就再调整 先来叫14 低端和优塞要是不够 应该还能看得见 重点还能打 这段球力量还是 位置还是有点不大不小 还好是可以打 有点够 这个位置你要上去 要避过3号 14号 能感觉到 朱安光 这个在场上的 这几杆机球啊 还是有些手紧 TV台第一次上 从他这个节奏啊 就感觉到有一些切场 整体这个球打起来 感觉思路上衔接有点乱 这不是特别清楚 打哪个 做哪颗 然后后面哪两颗 去叫黑拔去调整 而且速度也特别快 上来之后没有太多的思考 基本上就是 一个正常的第一次上TV台的 球员的表现吧 总想是打完就坐那 对 对吧 这种感觉虽然你没上过TV 但你打完比赛你也有 打完了 不管进不进 争取能进 但打完我就想走 对 就想离开这个球台的范围 然后回到自己座位上 有 然后白球肯定是多少 有点点不受控 嗯 这条5号先上去啊 做二 还是喜欢于这么打 也就是说这两位球员 在这个整体的中日八球的 理解 和这个造语上 觉得还是说有待提高 也就是他们在选球 事实上能够明显看到有些地方是不太合理的啊 因为你先中间过度的衔接啊 六号球打掉 需要你用最上方的二号从上往下了 对啊 而且这个时候你需要开球 你先做二是有机会拿六最简单的下来调七 对吧 对 我们一般情况下就简单判断 都是选择就近处理 也就是说你用这个离其他球比较近的下一杆的下一杆的球 中间你第二颗球离第三颗球的位置比较近 你要选择这颗球去衔接第三颗球 而不是选择一个离你第三颗球很远的球去衔接 那这一打一做了 嗯 可能要帮啊 嗯 太轻了 这个力道就算解到了也得漏机会 而且这个他这个力量特别危险 如果解到整颗都容易不太吃酷我感觉啊 有信心先把四打掉啊 对手给你做了一个最好的解决难度球的一个位置 对手给你做了一个最好的解决难度球的一个位置 准 那么可以叫右下方抵带啊 七号球还是有角度 这个位置能看得非常清楚了 还是很直的啊 直接提交向后退 七把可以叫同带啊 太重 应该要是架干了 嗯 而且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细节啊 嗯 这个正林生的马甲的左上方胸部往上一点点 有一个图案 是一个 应该叫神兽 咱们自己再看看是一个什么样的动物啊 感觉凤凤凰或者孔雀啊这种啊 有点像啊 一扫耳锅刚才啊 嗯 很准 一举正林生生 一分一别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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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局 朱安光开始 朱安光开始 朱安光 刚才朱安光冲球啊 这整个人啊 嗯 蹦起来了啊 为了这个加大力量 对 这个在酒球比赛啊都能看得出来 尤其是女子酒球比赛 对 为了增加这个弥补力量先天的缺陷 嗯 这个后脚蹬地的时候整个人 为了一个小前倾 小跳 对 增加这个力道 对 那如果这样的话就是这样的冲球一定要控制好控制好球杆和身体 一旦控制把球飞了或者没炸开 很容易测向的白球非洲球台 白多球的组合 感觉朱安光一上来也是打得非常开放啊 是有点不计后果的那种 或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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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是这个 就把这次比赛当成一个体验吧 反观郑林生把球还是一板一眼啊 嗯 该做斯诺克的时候呢 或者是该进攻 需要你自己一些想法的时候都会去做 而且从面向上来看 郑林生应该稍稍年长一些 嗯 对 朱安光啊 今天应该更老道一些 就在整个的 从 节奏的把控啊 到局面的一个掌握来讲 稍显老道一些 可以借一下啊 我直接尽有难度的话 你现在算是把这个局面打开了 但是现在进攻球 难打 六号也打住了右边的中带 打十五呢 左上角 多少 多少十四 打了一点 打十一呢 满 对 而且主要是身后有一个十二啊 我个人感觉拿下干气先打十二 合理一点啊 这么拼 有点没必要啊 这是进了 不进了 是吧 只能说真的准啊 意高人胆大吧 或者是什么 都还没办法 不进了 对 不进了 对 对 对 目前看到这个准度还真是很稳定 我们下边10号球12号往上去调14 后面这个黑八一基本上是右边中带了 你调14调正一点的 就用低杆横向的将5号撞开 如果角都调的薄那可以高杆 打最后上方的14号球 现在对要一定看好 14的一个角度 这球看他打点的高低 高了就是高杆前冲 稍微低一点就离过 还是选择异库 还是中低杆 红向一顶 主球听到5号球 相应的位置就可以了 打笔杆 好 谢谢大家 第二局 郑林生上 几分2比0 郑林生上 几分2比0 郑林生上 几分2比0 郑林生开球 10秒 开球实际 重新开球 15分2比0 10秒 第三句 祝安光开球 比赛打到第三盘 盘盘都是祝安光上手 先上手之后 但是打不光 对 然后留下好机会 然后给郑林生这边 郑林生抓住机会 看这一盘 祝安光能不能够拿下 个人本场第一分 关键的就是这个四号球 这盘球明显是走多了 因为下面还有单独的二号球 打四 左边有红三 这个角度也合适 白球可以向下 有机会继续去调下方的二号左边的底带 可交位可K球 顶一下 白球出来 又是难度 上方六号 长台 继续 还要再拼 继续 还要再拼 用你的准度来去再调整 右塞地杆走两裤 高杆就需要走三裤 这种球打起来主要就是因为二号球 这裤变太近了 而且是斜向的角度 刚好 这裤变太近了 这裤变太近了 最后这个七号一号和黑八都可以打中来 如果除华翼最后较直 那八号左上角底带就可以了 请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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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光 需要摄影 一 c子 请十五号 打赏明 真的是 这三局 朱安光胜 比分1比2 开球星台 谢谢 第四局 朱安光 开球 第四局 朱安光 开球 顶颜色 上来7号 这个位置也是有想法 右边中带 还有机会可以考虑轻轻借下力 将6号球右边中带的位置也让出来 并且白球的角度也有机会直接下来先交三 还是利用低杆 如果利用低杆的话 这段白球肯定是要横向走的 左边上方 二四一 最后用6号下来交三 郑林生这一盘 他的可选球还是比较多 因为3号这个位置 只要白球叫过左边中带下方 基本上都在他这个火力范围之内 白球没有走到位 中带下方 想打厚一点,留白球,不要向下角度太多 这球可以选择帮劲 一个帮劲,一个十四 十四就是停在右下方,用这个球队来做防守 帮劲的白球要往上多走一点点 谢谢大家 非常近 低杆右赛 稍稍给点力 收杆要小心 这个角度不算好 勉强进攻左上方的顶带 白球奔着上方中带的位置来走的话 最后三号球也并不会一个很近的位置 看他这个打点跟力度控制吧 三号这有下的 又是想打后一点 那这盘里边的郑林生已经是两次了 右上角 左下角 两颗球 那是哪就是这吗 是哪有这一步 是哪有这有的 这个路上 和不十分绝望 都是哪有这条 是哪有这条 两位选手的这种半贴裤啊 长台的准度啊 它都是很好 做防守了 这张球其实最好 可以打到这个12号的左边啊 然后让白球向屏幕的左上方 去轻轻贴示意 这边朱安光刚才量的位置 感觉就是白球 放向右边边控上去放了 有可能会 留给对手一个比较好 跳球啊或者是好解的位置 最差啊 从下落上 可以解溜好 直接拿跳杆了 拿跳杆 他可能看这个白球还在靠后边啊 不好跳 勾好了 解球 凤极中间都能看到红山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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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走 角度稍稍有一点点大 支持可以带杆法 像低杆可以勾一下12 虽然能勾到缝隙里面 这样的话白球也会往下走 不然的话就不要K 单纯的薄劲白球 尽量的控制好力度 叫下方的底带 这杆球的第二库的线路 在左边中带附近 所以说有点危险 这杆球打得 感觉有点随手啊 能明白他的意思 做防守主要 但是他的目标球 那离待口太远了 看这杆六号 这有一个大的翻角球 左下角要进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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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周安光选择了一个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后面有三个球先机 高杆弹上去 右边是一号有底带 最后还有一个中带的15号有保险球 最好的效果就是叫到一个比较直 然后轻轻打15 反向打中带的8号就好了 也没有必要说一定要用15号上去 再下来打同带 当然可以这样去选 当做一个B计划 最好就是偷一个厚点 低感减速轻轻打 还喜欢绕 那么过来一样 第五句 周安光胜 比分2比3 谢谢 谢谢 谢谢观看 第六句 第六句 周安光开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虽然感觉这个郑林生啊 目前表现还是不错 周安光这边啊 也并没有说 因为对手打得比较好 而去比如说窃手啊 然后说突然一些失误 很明显的问题 还好啊 现在比分是没有拉开 一分的分叉 可以再继续轻推 去看球因为角度比较大 并没有顶正八球 十四现在没有办法进攻 看看双方 最好打的九号 还有二四封锡中间 十三好像看不到 能不能看到下球点 看不到的话就要打这个球了 目前啊 我们在前面这五盘球里边 郑林生对大的反角球 他是不恐惧的 你看这准度对吧 有比较高的成功率 对 他很有信心打这种球 准度还是非常稳定的 我觉得这个十三号 现在这个位置啊 如果可以 你先打都没关系 因为你后面还要打十 发力蹬下来 然后用十三叫十五 再往下走 与其这样不如先把这个十三号 在这缝隙中间的十三号 先打了 然后上去打十 再用十号球向下调 那么这杆球关键啊 低杆左赛 最好在二号球的左边过来 直接叫到这个一号球的左边 向上达 利用上方的十五 再向下叫十四 杆法需要低一点 左赛多一点 二号 向上角度 可以利用高杆从上方弹顶裤往下走啊 叫这个四的左上方 底带啊 并且如果说你力量能有点大 打六啊 左边中带都可以 他这个人啊 而且我觉得这两位球员里边 周安光就是一个节奏比较快的 看起来貌似比较随手 可能他就是这个球风 不会说转圈走来走去 然后啪去运杆很多次 节奏就是很快 打的也是第一感觉 嗯 14号 杆法不需要很低 中低杆即可 左边中带下方吃边空弹起来 不好了 这个球前面我为什么说 没有说这个右赛 就是因为这个右赛一旦加上去之后 它会迅速地增加这个白球 弹库出来的角度和速度 也就是说刚才我说的是 中低端弹库起来 你没有赛的话 它没有这么快的 直接就应该停在刚才 这个六号球的左边就好了 习惯性的选手们会有一些打法 有的球员喜欢打高杆 有的球员喜欢发力 有的球员喜欢打低杆 在一些处理球上 他们都会或多或少有一些惯性思维 尤其是顺向的 在这个角度球上 都会习惯性地带一些顺散 这种球一定要判断得非常清楚 因为你有些旋转一旦用上了 它会影响你出来的一个白球走向 有的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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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会感到达球员 一点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前面的一些既定套路执行的都不错 真正就看的是七号球 不好 还得发力后悍 感谢观看 要不要抓一个很小的力 右边中带 勉强做到八号就好 如果发大力从顶部带下来的话 冒一定风险 力量对 但是打得过于厚了 这球应该是打进之后呢 主球听到八号球垂直上方 偏右一点点 角度大一些 但现在十五号挡住了五号球最简单的下中带的线路 不打了 做防守 明智 你解到了 我运气好的话 你把十五号勾出带口 你解不到 我自由球 反向左边中带 要不要一库 底带跟中带 二分之一左右的位置 白球入库 放规 白五下来 这球没必要是打左边中带 把白球放到左边 打右边中带 横向推 你放到这儿还得再队 你放到这儿你还得再上去 不累吗 挺低赶走 我觉得时候球员也是要一些自己的突发气象 我感觉用中帝杆去控 不如直接把反向中带推过去 更好控一点 那么其实这个球又是一个两可球 右边中带 右边下方底带 换我就打中带 我跟你说 还有地杆走两库 就要左下方底带 来了 对吧 这个完全就是个人习惯 所以说中带球 有些球的角度上 给运动员 或者球员的选择会比较多 然后他们可能会根据自己最习惯的一种干法去打 就是这种干法 他用的特别顺手 而且进球率很高 第六局 朱安光盛 一分三比三 谢谢 二游 一分钟 它不太放弱 会尽略 一分钟 放入 农夫山泉矿泉水 长白山的春夏秋冬 农夫山泉矿泉水 缝隙中间 看到有点多 能不能很轻的力量去打 就是把这个白球分离出来的角度 争取做到最小 然后轻轻挂一下四号球 目前咱们也是到了一个第七盘球 依旧是久居一个休息 虽然说 前面的这六盘球里边 郑林生的发挥更好 但是最后的分数 没有被拉开 打平了双方 因为本身郑林生也是有十五 这就是比赛 比赛其实就是这样的 有些时候你可能今天的表现还比较好 但是你不一定能够以很大的比分优势赢下比赛 或者是赢 有可能还会输 比如说 偶尔会听到一些球员说 就是 今天抢棋的比赛 我最后是四比七输掉了 但是我赢的那四盘球 两扎两击 全是青台 我觉得他表现还挺好 但是你忘了 整个加一起的是十一盘球 那七盘球里边 双方都有机会上手 而最后通过一些控局 对手拿下分数 就变成了一个七比四 他一干球台都没有 但我输了 所以台球这个运动 打得好的未必能赢 能赢的未必打得好 就是说你通过一干制胜的时候 要拿分 对 中盘控制 这时候你也不要丢 因为整场比赛下来 不太可能是 所有的都是炸进了街情 对 给你打三盘 对 放飞自我 对 并且咱们说再直接一点 有可能今天炸的都非常好 但是你俩都打不光 也是 就是全是特别好的位置 你也不一定能打得光 比赛就是这样 哎呦 这干球又可以过来一颗 那上手就打二好了 这球不要再去调调了 就算你拿四二球再去调二 也不一定很好的位置 同样也是要打四 横向的再过来 不如上来就打二球 暂停一下 时间停一下 怎么行 是有争议吗 好 看一下录像 可能是有争议啊 嗯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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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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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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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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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